一體式雙盛型水箱護照 整體輪廓更加俐落 德國豪車品牌發表入門跨界車 採用1.5升三缸引擎 搭配48V輕油電系統 最多馬力可以達到170匹 內裝充滿科技感 全新的二系列內裝大幅升級 除了有這個跑車化的座椅之外 來到駕駛座前方 全彩的抬頭顯示 以及一體式曲面螢幕 讓你操作起來更加方便 與電動車旗艦車相同配置 10.7吋中控螢幕 涵蓋導航CarPlay等等 在空間上也不馬虎 後箱有400公升 傾倒後更超過1400公升 方便戶外露營 衝浪需求 我們目前預計單是250張 那希望今年做到的業績目標 會是600張 開賣前配合已經賣將近一半 對手也不遑多讓 推出全新運動跑旅 集結動感外觀跟時常內裝 繞式座艙設計 有更好的空間利用 配備新一代車用多媒體系統 有AI人工智慧 大幅提升用車便理性 另一個品牌則用 鮮貝車一戰 新一代鮮貝車車頭換上 單體式六角形水箱護照 傾斜的C柱帶來更多動感 搖配12.3吋全數位虛擬座艙 還有無人自動駕駛技術 搶攻年輕補取 然後他比較喜歡這種 跨界休旅的感覺 可是他可能又不喜歡 傳統SUV的那種駕馭感 或者是離地高 雖然小型MPV市場不如SUV 但還是有特定族群 由其價格相對容易入手 讓眾多車廠放棄停產計畫 持續服務車主 相信許之雄放棄很必要